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就是香菇焖鸡 首先要用冬菇 那就是我们在外面买的一些干的冬菇 然后呢我们用姜片 姜片就是做好的姜片 所以姜片已经在腌制当中了 所以姜片然后呢一粒蒜 我们有用到蒜 然后加上少许蒜米 我们有用到蒜呢 今天用的蒜片 还有一些橄榄油之类的 所以呢我就已经把鸡肉 那当然如果你想普通一般上 你想好吃一点 你去买小鸡腿啊鸡翅啊 这个也可以啦 但是因为CAP来讲 尽量我们用好的 减少不好的脂肪 我们用好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我是用这个鸡胸肉 所以昨晚呢就已经把它腌制了 那这边用什么腌制呢 就是鸡胸肉切成鸡块 然后呢就放了这些姜片 加上了两匙的这个酱油进去腌制了一晚上 然后呢过后就是这些干的中菇啊 我昨晚呢就把它浸泡在水上面 然后放进冰箱浸泡到今天 那个水不要倒掉 因为水是很重要的 等一下我们要拿来用的 那今天我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小锅 我们先开一开这个垫 这个小锅的垫 这样你有什么锅也可以拿来用哦 你们自己本身不一定要去 一定要用到这种小锅 你有养生锅也可以用电炉煮煮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什么锅都不用 用小饭煲也可以 那现在呢就给它热一热的 我们今天有用到少许少许的油 CAD也有口福了 今天可以示范的 ratio 这样 CAD有口福不只啊 今天我们前面有很多啊 有一位特别邀请他来 他都不要上来啊 我们的Anson很会煮的 他在我们的附近而已啊 好 那我们今天要先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简单的 我们会用一些 将这个蒜米片或者蒜米也可以 爆香的一些呢 去把这个鸡肉放进去 好 锅基本上有一点点热的 但是这个锅来得比较慢 热的比较慢 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是橄榄油 那基本上不要用太多油 一小匙的油 然后放一些些蒜米片进去 给它有点爆香 哦 一放下去就有点香了 然后呢 不把这个鸡肉有没有 就给它倒下去先 啊 基本上有时在办公室呢 我们都会这样子去做一做它 啊 鸡肉也不用讲一定要炒到熟为止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冬菇和冬菇水呢 给它放进去 好 好 看起来很容易做啊 等下就是一道烤 它蛮好吃的食物了 把全部汁倒进去 这样我们就有一些汤汁喝了 好 把它盖起来 等下煮一煮 因为这个锅比较慢哦 它需要时间去煮一煮 好 在煮的过程中 那我们来做第二道菜了 这个是等下摆盘用的 大家懂什么豆腐吗 就这种豆腐哦 好 那现在呢 第二道菜的食材更简单了 第二道菜的食材呢 就是要有一个佛手瓜 这个是佛手瓜 不是佛手啊 佛手和佛手瓜也不一样 有一种佛手 那个皮好像橙皮这样皱皱的 那个不是啊 这个是佛手瓜 它是可以当水果生翅的 所以 刚才我们的同事一看到说 我今天用盖西果煮饭嘛 你有吃过吗 很甜的 这里告诉大家 如果要买的话呢 尽量买大颗一点呢 我觉得越大颗越甜 它还可以拿来包汤啊 什么用的都可以 今天是很简单的 就是拿来炒虾 那因为呢 做蝎皮呢 其实是可以吃海鲜的 我们只是要避开红肉 所以虾呢 是我的最爱 所以有时候呢 你可以不只是 瓜啦 炒什么菜都可以 尽量呢 不要用到太多盐 连白盐就不难 如果你要用盐 一定要用海盐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是 大家不懂没有看过啊 现在我把它切开 我把它切开 把母妹讲 也是它的味道 是这个佛手吗 因为呢 我觉得它很甜啊 我们这个 这个刀是很厉害一下啊 因为够小 在这边可以加一点呢 那个 叫什么啊 就是木耳 对木耳 要加吗 今天也有准备到木耳 既然我没有加 你们可以 可以去试一下 那基本上佛手的中间的 这一片呢 我们要把它拿掉 OK 佛手这片拿掉 这个对女生非常好啊 当然男生吃也很好啊 佛手要吃多一点 对瘦身很好 好 中间这个我们不要 然后你看到它有一些刺 在这里呢 你其实可以把它 消掉 可以这样网上就可以买到 是的现在 MCO过后呢 很多人的习惯 都已经是在网上买的 那基本上你去一些 班的市场都可以买得到 好 我们来把它切成什么呢 基本上我是把它切成片 口感要好一点呢 可以切厚一点点 但又不需要太厚 大概一个5mm吧 5mm这样子 就是可以了 好 为了要教大家切这个呢 我就比较现场把它切完 好 然后这个呢 我有时候呢 就会把它切成一块块的 和那个红萝卜啊 然后换一块鸡肉下去 或者鸡骨啊 去买一个鸡骨 然后就把它熬汤 也是很好喝哦 或者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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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鱼 也可以 这个就是已经切好的 水果刀 水果刀 吃一下看 这个鸡甜甜 真的好吃耶 有没有和我一样 有时候就是 有人说 问我要不要把那个皮拿掉 当然如果你要把皮拿掉也可以 你不要把皮拿掉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也可以吃的 如果你买到好的啦 那你还可以怎么样呢 那在CAP我们尽量少吃什么呢 就好像那个 虾米这样子啦 那如果是讲说 当没有CAP的时候啊 可以吃虾米的时候呢 拿来把它切丝炒虾米 也是很好吃的 有些人在电视上 会不会看到我 这把刀就是很 会不会大把一点 因为他们担心我切到手 因为我真的不是 专业在厨房嘛 对不对 喜欢自己煮罢了 就研究了很多 CAP可以吃的食谱 有人要送我刀了 好 那我这边很香 我在煮着 我们来看一下 正在煮着了 好 好 再煮久一些 我们现在来拍这个锅 同样呢 我们没有放太多的油 就是一点点的油 给它做一点爆香 原本我还想说 这个不要用油 可以直接用水 也可以 好 把这个就放进去 这是蒜米片 好 可以 小火 一边 有点 好 可以 包香蒜米片 可以把虾子呢 放进去 放进去 好 好 好 然后把火锁给它放进去 音音姐刀工不错 谢谢你的赞赏 现在我来了才想到没有拿到那个盖过来 好 拿换一点水 所以在CAP的过程中什么蔬菜都可以吃 只要是绿色的蔬菜其实都可以拿来吃 那你喜欢什么海鲜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这样它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我用什么油煮啊 我是用一橄榄油 是橄榄油啊 Extra virgin的橄榄油 就是在CAP过程中你要吃油呢 都是找一些好的油啦 冷压油啊 椰子油也好 橄榄油也好 CAP不是不能吃嘛 CAP是可以吃的 只是要吃到好的食材 所以呢让你的身体呢 在休息的时候呢 也可以有好的食物做这个食物 所以我们在过程中我们就不吃那种加工食品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喔 在SociAP为什么我们不能吃面粉啊 今天会有一些分享在这里 好这个炉真的有点慢啊 就给它稍微煮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鸡肉的部分呢 其实它已经呢 煮熟了 当然一平常来讲我们做这个呢 可能我们会去勾芡喔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尽量在CAP呢 我们就不做这些薯粉啊 放进去给它勾芡 我们就当它是汤来去喝喔 那实在也是很美味的 它的味道已经很够了 不要再加任何的盐下去了 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味道来讲 它不比你平常吃的来得重 但是它是很好的 OK 那这个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上菜 晚上吃菜 不然你 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好不好 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所以鸡肉呢 我们今天是用鸡胸肉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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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工夫的味道 很香 那个酱的味道 喜欢吃酱的人 这道菜是蛮喜欢的 在家里煮可以焖久一点也OK 好 好 这样 可以给它煮一些 放一点小葱 这是第一道菜 那第二道菜呢 最主要是那个火手瓜 给它要够软啊 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的 香脆一点的味道 就让它这样子就好 因为它也可以生吃 所以呢 基本上我喜欢煮的话 喜欢吃比较软的 刚才我们也放了一匙的橄榄油 然后加上一些蒜片 然后放了一些虾 还有那个火手瓜 全部倒了进去 然后放了一些水 现在呢 我就要放一匙的这个 酱油 来调味一下 所以我们没有用开锅的调味料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 剪盐的酱油 好 好 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什么 资料 好吃 Cassie 你要进来吗 来吃 我们这边有开放哦 前面已经有一些人在等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准备给大家的一些资料 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第二大菜 佛手瓜炒虾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是它的食谱 你们可以把它 拍照下来 如果你要的话 那今天呢 告诉大家CAP 最主要是正本清源 所以晚上的时候呢 用电位制造器 让我们睡觉的时候 细胞可以舒服 早上吃呢 要吃得好 不要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可以减少400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呢 就教大家这两道菜 所以在 早上到晚上的时候呢 在饮食方面 就做一个换食啦 早上有吃VG81和Mbit 那下午呢 吃了Mbit 过后呢 可以用这些你今天所 教大家的蔬菜啊 和那个焖鸡呢 来做一道午餐也可以啊 晚餐同样的也可以吃 吃了Mbit 吃了VG81 还饿的话 就可以吃这些这样子的食物了 那今天要告诉大家来讲呢 其实幻食是可以帮助我们拍图 和让我们 启动 让我们的细胞可以做一个 细胞在身的整个动作的 所以呢 今天要告诉大家啊 如果我们时常啊 去吃 那个面粉的东西啊 面粉比如说面包啊 面啊 用这个 把面粉做的东西来讲呢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呢 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 它很像什么呢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 想说白面粉 就像我们的粉底的白 那个粉末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营养价值 因为呢 白面粉在经过 它原本是卖是很好的 但是经过呢 很多的处理过后 因为它要放更久 所以它把里面的营养呢 基本上有抽取了出来 让这个面粉可以储存更久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营养呢 都被破坏了 所以白面粉呢 也尽量呢 其实面包啊 面粉啊 尽量少吃啊 那如果有些人讲说 哎我吃的是有 有机麦 或者是我吃全麦 那是会比较好一些啦 但是我有听过一个 朋友也分享过 全麦面包 如果是一般人啊 一般啊 如果是没有一些特别的 技术的人 它是要用很多的油和糖呢 让它更好吃的 所以 有时候吃 我们叫做干粮呢 可能会更好的 就是它比较硬的 比较需要咀嚼的 那种的麦呢 更好的 所以大家选好的东西吧 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来讲呢 其实精致面粉啊 对健康呢 有十大的危害 那这边就提供了给大家 那基本上我所学习到的 就是讲说 面粉是多了 人容易胖 很多人都懂 而且面粉吃了下去呢 那到我们 如果平常我们又吃了很多的食物进去呢 其实它会产生一些毒素在我们的身体上的 所以 代谢综合症呢 都会产生 而这些面粉呢 它在我们身体上 其实也算是一个 这个高的那个汗水化的物 它就转换成糖 让我们身体呢 又吸收太多的糖 所以我们又吃饭又吃面粉又吃面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些饮食习惯 所以造成我们常常呢 都吃不到太多这种的汗水化的物 吃到不好的 不必要没有什么太有营养的东西 所以CAP是希望大家在21天里面呢 可以在休息的过程中 吃下好的东西 吃全食物 吃真正的食物 让我们的身体呢 有一个修复 然后好的营养呢 让我们身体做这个调整的 好 我们的这个活手瓜 基本上呢 就已经 好了 我们就可以上叠了 哇 不要看只是瓜 只是那个香 我就很喜欢了 所以你喜欢什么 有什么海鲜你喜欢的 那也可以吃 但是当然啦 如果是你有尿酸啊 那种糖固醇太高了 就不要狂吃海鲜了 它是可以吃 但是不要狂吃 好香哦 好 那这个是第二道菜 佛手瓜炒虾 今天是这两道菜呢 来教给大家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焖鸡肉 东部焖鸡 还有这个佛手瓜炒虾 所以在家里 可以简单的去煮一煮 煮一道菜 自己家 在午餐呢 晚餐呢 就可以吃了 好 可以上菜咯 那大家如果对CAP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呢 留言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一一的和大家讲解 那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我们的CAP 你是我们的MLA的朋友 或者你想更了解CAP的话呢 麻烦你可以再来 进入我们这个Telegram 在我们的萤幕上 t.me soysmlifecap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 还有很多人使用后呢 心得它都在上面的 所以你可以上去 然后如果你是我们的 MLIFE的新会员 在9月份将加入的话呢 在这里告诉大家 可以用很优惠的方式呢 去拿到这个CAP的 所以别错过 如果你有这个Woucher 也是比一般人 拿到便宜很多很多的 这个CAP的配套 就是我们这一套了 我们这一套 打下广告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这两道菜呢 希望大家也喜欢 然后呢 去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个CAP可以 也很丰富的去吃的 好 那今天在这里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期 星期四再见咯 拜拜